没电了吗 让电小二肺夫带您电一下就上瘾 哈喽电小二上瘾 希望大家听得会过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也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想知道最好玩的电影资讯 非常简单 拿起手机上脸书搜寻 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加入粉丝团 就可以收到精彩的节目预告 好今天要介绍哪些新片呢 007生死交战在讲庞德的巨大转变 他历经了沧桑 饱受创伤 痛失挚爱之后 哇这个也是丹尼尔克雷格 第五度也是最后一次 饰演英国情报员詹姆斯庞德 逃出奥斯威星 在讲两位无名英雄 他们勇敢逃离了纳粹集中营 揭露第一首毒气式的报告 希望阻止大屠杀的悲剧 跨越大象的恋人 巴黎女孩跟纽约男孩相爱 可是性爱火辣场面全都录啊 超威的镜头让人家看得蛮害羞的 帷幄的精彩生活 是部非常可爱的动画 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呢 想要替老朋友传递一首情歌 非常热爱音乐的帷幄 他就踏上了难忘的旅程 但是帷幄不是人哦 他是一头密熊 好除了在中网新闻网之外呢 哪些地方还可以听到电影下就上瘾呢 飞幅来说明一下你可以上YouTube 也可以到播客呢 去搜寻电影下就上瘾 这个瘾呢 请记得要打电影的瘾哦 就可以找到了 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分享出去 那么除了推荐新片 我们每一集呢都会介绍明星 他一开始被封为史上最丑的007哦 但是现在呢 却成为在任最久的詹姆斯庞德 现在身价不可同日而语 一要成为好莱坞啊 亿万片酬俱乐部的老大还超越了谁呢 超越了威尔史密斯 巨石强森 李奥纳多 想知道丹尼尔克雷格他是怎么走红的吗 赶快进来 肺夫电力公司 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 肺夫电力公司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 好 今天要跟肺夫一起揭开明星神秘面纱的视频人佛罗阿德 哈罗阿德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回到电影院了吗 还是要做好防疫措施哦 这样子呢 看电影也比较安心啊 好 今天要介绍明星 很多成功的角色 现在受到大家的欢迎 可是当初呢 知道他们要演的时候 其实很多粉丝啊 是不看好的 甚至大酸特酸啊 我就想到几个例子哦 包括第一代的蜘蛛人 陶比麦奎尔 还有星爵 克里斯普瑞特 当初呢 他们都被质疑说 你们撑得起这个角色吗 不管是超级英雄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男明星 也是一个最佳案例 从不被看好的007 到获得大家的认同 来聊一下 丹尼尔克雷格的明星魅力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 一看到就是惊为天人的大帅哥哦 他当然不是帅哥 虽然他是金髮蓝眼 但因为他的身高呢 在欧美的这些男性里面 他只有178公分 然后比例又好像有点 头太小还是怎样 所以呢 其实看起来就是他的外形 应该是说其他很多的 这些导演啊 或者是相关的老板 制片老板 也多半都是在他还没有连007之前 给他的角色都是一些反派 对那或者是一些好像有心理变态的角色 但是后来真的是闲鱼翻身哦 对就是应该说007对他来说 绝对是他演艺事业的一个转捩点 因为之前他可能在很多的电影啊 比如说古墓奇兵啊 非法正义 慕尼黑等等的电影都出现过 但他后来回想起来就是说 他到底演谁啊 他有演吗 对他不是演反派呢 就是连第二男主角都算不上 都是什么第三第四 所以大家都不太记得 他有演过这个片吗 真的直到007呢 他颠覆了大家对詹姆斯庞德的印象 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我们先从他的小时候开始介绍 他是英国人 父亲是船员 然后妈妈好像是艺术老师哦 然后母亲呢 在离婚之后就带他跟姐姐搬到利物浦 搬到一个好像是艺术学院的地方 那个时候他就展现出 他对于表演是非常沉迷 非常有兴趣的 对那他就是加入了一些青年剧团 然后之后呢 他甚至就是前往伦敦 然后去念那个什么音乐戏剧学院 然后之后就展开了一连串 就是他在舞台剧跟电视剧上的演出 但他在舞台剧上 他偶尔可能还会当他主角 但电视剧也同样 他就是那种万年的配角 我觉得他真的展现出那个决心 他那一年辍学的时候 他辍学是要去国家青年剧院去受训 才16岁 16岁他就已经知道 自己要朝这个演员之路迈进 那当然这个妈妈是比较担心的 对而且因为他从利物普离家背景到了这个 这个英国的天龙国伦敦 然后物价非常的贵 对而且这个伦敦的食物呢 真的很难吃又很贵 那正在成长发育的丹尼尔克雷格呢 就很辛苦 然后他要打工嘛 因为也要赚一些生活费 听说那个时候他做过的工作有哪些啊 很辛苦哦 那餐厅的waiter啊 然后洗手间的清洁员啊 有时候还住在朋友家里头 对对对就很辛苦啦 不过在餐厅做服务员的好处就是 有公餐啦 对对那就是至少还可以得到温饱 然后他于是就是这样子半工半读的 读完了这个戏剧学院 然后但后来展开了演出呢 应该是说都有演出啦 但是其实他没有办法就是成名 印象都很不深刻 就像阿德讲的 他都演一些独立成本制作的电影 演一些边缘人的角色 尽管在这个娱乐大片里头 像是古木奇兵 他跟球力合演 然后非法正义跟汤姆汉克 但其实都是小角色 对他在古木奇兵是演球力的男朋友 但他后来就被他宰了 就是说他就是观众不会有 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可能就很快的领便当啦 或者是在有其他什么 汤姆汉克斯等等的演员的那种 巨大的光芒之下 然后他的角色 然后编剧没给他发挥空间 于是他就被观众所遗忘了 后来机会来咯 因为他被拔着成为第六任的 007詹姆斯庞德 扮演詹姆斯庞德 哇这算是影史上的经典角色 可是当时他的支持率据说只有两成 而且还有很多疯狂的粉丝你知道吗 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反丹尼尔克雷格的网站 就向电影公司提出抗议说 这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庞德啊 对请你们把它换掉 但这位双鱼座的这个演员 坦言他多年后坦言说 他当时真的很受伤 因为这就有点像那种网路上 居然有成立了一个社团就是专门反对你的 对那种感觉心里真的不好受 而且他被誉为是史上最丑 然后最矮最不潇洒的庞德 我的天啊阿德你想不想听那些网友的酸言酸语 我来念几段喔很多真的 有人说这个黄家夜总会里面呢 你觉得最辛苦的角色是谁 他竟然说是庞德女郎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要面对丹尼尔克雷格 他必须假装我自己很哈詹姆斯庞德 真的很酸耶 他的意思是说伊瓦葛雷的演技很厉害了 然后也有人讲说呢 如果你长得不帅又演得不好 那你根本就不应该是詹姆斯庞德 然后有人说呢 克雷格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会摧毁整个庞德系列 有人说他其实最适合的角色 就是演庞德电影里面的反派 对就反派对 他觉得跟他的英俊啊 然后非常风流替躺的詹姆斯庞德 是沾不上边的 对因为他以前呢 也许是他脸部表情等等 就是他以前的很多 除了独立制片 他偶尔会演那男主角之外 而且那些男主角 也通常是有一些 好像心理状况有问题的 也不是什么很正常的人啊 那其他他在大成本制作的电影里面 都是比较以反派居多 那所以对观众的印象就会觉得 而且他脸部常常 今天好像没有表情 你可以说这是内恋 但是很多观众就会觉得 他看起来就是个坏人 然后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他的也很少笑 对 就是看起来就是大家觉得 然后但是他这种硬汉风格啊 再加上当时的 因为他是第六代庞德嘛 然后他们想说 第五代庞德是皮尔斯布洛斯南 他就是那种经典的 长得非常的高 而且呢就是很风流替躺 帅到不行的庞德 我都觉得他真的像是情报员吗 好像每天只要调调情 然后呢 触一下任务 然后旁边的开名车 美女都在旁边 好像很轻松 对但他的身手是 就还蛮了得的 因为那时候有非常多那种很炫的 那种追杀的场景等等的 然后撞不完的车 那他们就想说第六代庞德呢 希望说他能够更贴近一下人性 因为以前的庞德我们可能只会看到他身手了得啊 智能非常高 然后在这种蝶海中穿梭 然后跟美女谈情说爱 好像看不到说 哎庞德的人性 所以他们决定要挖掘这一点 那再加上当年有克雷哥 因为他之前都不红嘛 所以他的片酬很低 对 他们就是要找出这样子的一个知名度不高的人 然后重新塑造他 就反正这个系列也许已经拍到有点腻了 想要带来一些新的元素跟新的风格 对而且你要找一个 你不可能 因为当时他有去试镜的英国男演员非常的多 对 包括克里夫欧文的 还有修杰克曼也被大家点名 对对对 但修杰克曼因为他 修杰克曼有去应征吗 好像没有 我是说克里夫欧文他是真的有去试镜 就在大家形象当中 好像这些演员是比较符合庞德的形象 对 但他们可能就考虑 我就是要找一个大家不太认识他 对他没印象 然后我就会重新塑造他 阿德你知道吗 我找这个报道 我不知道是真来假的 听说媒体开始对他改观 是因为他们在巴哈马出外景的时候 他们守株待兔 也许是想要挖苦他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在沙滩上面 他挖个坑躲进去 结果呢 突然拍到这个丹尼尔克雷格穿着泳裤走出海面的那一幕 然后他也把自己练得蛮精实的 据说是这样子就让大家改观了 我觉得那是他们的 一个宣传的手法 没有我觉得是制作人他安排的啦 应该是说人就是这样的 但那个007的魅力呀 就是从小他就感受到 因为他说他五六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带了他看了第一部007 就是罗杰摩尔演的生死关头 是 对 所以你看你五六岁看了那个电影 然后有一天你会变成那个主角 那当然因为他被誉为最矮最丑 而且庞德他不是金发 对 当然他就是一头金发 而且他又有点 太高调了 又有点稀疏 对 那这样子那个 我觉得制作人也是很聪明啦 因为你先让大家看坏他 然后 其实说真的 我现在有点怀疑 那个反丹尼尔克雷格演007的 那个网页 该不是是那个 他们的制作人设立 是一种反宣传的手法 对对对对 然后之后就让他练身体嘛 然后练出那种倒三角 然后大肌肉 而且他应该是史上第一个007 在电影里面全裸 只有第三点遮住 然后显出他练的大肌肉 因此就是庞德的这个电影 本来就是属于异性恋男性 就是自我幻想 就觉得好羡慕 美女如云 然后出生入死 现在变成男女通吃了是不是 不是男女通吃 就是他反而吸引了一些 同志的喜欢 所以他在同志的支出状 非常的高 没错啊 因为007系列之前 应该是很少有同志的 会喜欢这一类的电影 其实我比较喜欢这样的庞德 我觉得之前的都太 你知道吗 取高和寡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生活 就感觉他像是一个人 就现在的庞德比较像是一个人 然后大家还记得吗 在这个伦敦奥运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好玩 他也展现出他幽默的一幕 他担任英国女王的一个 贴身保镖 把他这个亲自迎送到 这个奥运的会长 然后再一起跳下来 这一幕这很好笑 对对对 当女王是没有跳 那是替身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其实也是象征的 因为英国办的这个奥运嘛 然后对全世界的人来说 除了英国女王之外 他们最认识的就是007 所以他做这个其实也是代表说 他的演出获得肯定 而且当然从他的第一部 黄家夜总会2006年推出 就在全球创下将近6亿美元的票 你看后来还一连演了量子危机 空降危机恶魔四伏 然后直到这一部 这部算是他最后一部了 对上次恶魔四伏的时候 因为他受了很多伤 因为庞德的电影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打斗马飞车 然后他说他打得很累 受伤累累 然后他那时候还料下狠话 就是恶魔四伏的时候 他说他绝对不会再演 他说叫他去演再演一集 他宁肯去死 因为他那时候就很生气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 人就话就不要说得太早 制作人跟他谈判以后 砸下更高的这种酬金 但真的还是好可惜 007生死交战 这个是丹尼尔克雷格 他扮演最后一次的007 到底表现怎么样呢 我们待会继续来介绍 电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你是尹君子 免费招待都可以 当电小二碰到尹君子 电影情报全部service 欢迎大家来到 电小二肺夫经营的电影餐馆 但是在开张之前 还是让我宣传一下 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 在脸书上面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 今天请到跟我一起长出的 还有影评人佛罗阿德 好在介绍007生死交战之前呢 我想要先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这个影史上面经典的情报员的角色 我想到有这个伊森韩特 这个是汤姆克鲁斯他主演的不可能的任务系列 当那个主题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 然后男主角这个情报员把这个面具撕下的那一刻 哇非常的经典 那情报员有很多啦 知名的还有像杰森包恩 这个是麦特戴蒙主演的 这感觉就像比较一个平时的一个情报员 那个特务的身份 而且他感觉比较像人喔 然后历经的背叛啊 然后自己呢 还有叛国 失去的一个记忆 对还有叛国的一个情节喔 好这个算是比较平时的 然后呢感觉比较像人的这个情报员 杰森包恩 那讲到第七号情报员007 丹尼尔克雷格之前 真的每天都在谈情说爱 开名车 然后呢 睡过无数个旁的女郎 然后非常的风流 然后呢 可能一边开枪 一边还可以调情 好像之前的情报员都是这样子 之前的007 对所以他 而且还有开不完的名车 跟用不完的最新的武器 都是很多名牌 宣传行销的一个好时机 好机会 而且就是Q博士 常常会做很多新的武器给他 对这对于 喜欢3C控的 这个男性观众来说 还有车子 就是有无数的名车 就是根本就是大家所向往的生活 而且跟美女呢 就是交往 通通都不用负责任 只需要上床而已 不会被告吗 使乱中气 不用啊 而且每集都有那么多庞德女郎 庞德女郎都不止一个啦 因为感觉他太帅了 就好像会贴过去 对自动投牌送抱 然后所以从死恩康纳来 罗杰摩尔以来 那这些007饰演的演员 都是让男性观众非常羡慕的对象 那这也成为007电影的特色 但直到丹尼尔克雷格 终于呢稍微有一些新的变化 那在生死交战里头 他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是丹尼尔克雷格演的最后一集了 那其实前阵子呢 就是他们在英国举行首映会的时候 连凯特王妃跟威廉王子 王厨夫妇都出席了 对啊 因为是他们那个啊 女王的保镖啊 没有啊 保镖不重要 007是英国之光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你看王厨夫妇 还有大家也不太在乎他 查尔斯王子也出席了 对就是非常 就是等于007这个系列 也是英国的骄傲 那在这个这么众所瞩目的 这丹尼尔克雷格的最后一集里面 当然007里面的电影里面 因为现在呢 什么不论是特效啊 或什么都是非常的强 而且对于好莱坞的这个系统来说 就是这种飞车追逐啊 这些场面动作场面 对他们来说都是驾轻就手 所以当然大家也会看到就是开场的在意大利小镇上面的飞车追逐 然后还有他甚至就是双方都一直就是他被双面夹攻 然后他只好跳桥 哇哦对对对用一根绳子就跳桥下去 然后就从桥上来 然后骑上那种重机 然后还有跟汽车 然后跟这些人这些歹徒们就是追逐 你说这个是在意大利发生的一个故事 意大利小镇 后来怎么会拉到亚买家啊 这个很正常啊 他的电影不是一天到晚就跑很多地方 他都跟航空公司有合作吗 对啊就是007就是跑遍全球啊 对啊那而且我看他那应该都是拿那个 那个航空公司的VIP吧 就累积很多里程点数 那他就是这场开场的戏就会让大家看到说 对这就是007的男性观众喜欢看的这种动作刺激场面 对然后场面调度也是相当的精彩 但之后你就会觉得啊这是你熟悉的007吗 因为在这部电影中就是他们好像是破例第一次有一个 因为我没有我我没有看过全部的007啊 就是据资料显示007的庞德女郎一集都有好几个嘛 对但你通常演了一集下一集就不会有你了 哦对因为庞德怎么会忠于一个女人呢 但是上一集的恶魔四伏里面的那位女主角 回归啦对雷亚瑟杜她是法国的影后 然后她所饰演的马德琳 然后上一次跟庞德在一起 然后这一集他们一开始还是在一起 哇而且两个人一副好像就要结婚生子的样子 哦那就是他们两个就在意大利度假 后来就遇到了这个哎一些争执跟误会 然后两人后来就撕破脸 然后男的就说林林基就说我们分开吧 然后反正这个惊人的秘密我们不能破诊 然后大家就看他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于是他们两个就分手然后之后就是五年后 他到他在亚买加他就退休了 他每天就在那边钓鱼然后在海滩小屋过得很幸福 结果没想到CIA居然跑来 菲利克斯他以前认识的CIA的人就邀请他来一起要他付出 又要他出任务了 菲利克斯对 可是我这个我也不懂哎 007怎么会跟CIA搭上线啊 因为美英同盟啊 美国跟英国不是很麻烦 菲利克斯不是啊 可是在这部电影中英国就很不爽啊 而且美英同盟不包括情报好不好 就就反正在这里面就是在讲说 他CIA要求的朋友来拜托他 然后原来是在英国啊 英国他们就是英国政府 然后他们有拜托一个俄罗斯投诚的科学家 然后在英国研发了一种类似像 就是从人家的基因里面抽取一些特殊的部分 然后他可以藉由这个基因的散步 是就会杀死特定的人 这蛮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个进步 以前可能是关于什么核子危机啊 因为现在生物战非常的热门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这个电影之前就已经拍好了 其实去年就要上映 但是因为遇到疫情沿到今年 然后大家看了 现在看了以后不是觉得很恐怖吗 对 就是比如说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然后你只要在其中一个 比如说你在儿子的身上植入了这个病毒 然后 然后儿子不会怎样 那儿子接触爸爸 因为你可能想要杀的是爸爸 对 然后你儿子接触爸爸 比如说拥抱或亲吻 他就变成一个杀人工具啊 那爸爸就会死 我的天哪 就是一种病毒式的生物攻击 然后于是呢 庞德就是要找到这位科学家 我还问阿德 因为里面一定会有反派 那反派我们稍微这个 不要忽略他 对 奥斯卡金像影帝雷米玛丽克 他是演什么样的反派啊 他演的反派呢 是他非常讨厌恶魔党 就是我们上一集出现的恶魔党 然后恶魔党杀了他全家的人 那应该跟零七站在一块啊 没有 他就决定要对恶魔党报复 而且呢 他还有更恐怖的计划 于是就跟庞德对上 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部电影中呢 他就是他们那个坏人的大巢穴 居然是在 他就是暗指 日本跟俄罗斯一直有在争执 那北方四岛有没有 就是北方四岛其中一个岛 然后呢 他在上面还把它布置成 日式禅风 还有枯山水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啊 我想日本人看到以后 一定会觉得很熟悉 反正庞德在这一次呢 是继续出生入死 而且我们会看到 他这个柔情的那一面 然后至于大家 这些男性观众呢 除了看这些飞车名车 还有数不完的这些科技产品之外 你看到庞德这种 会让你散然落泪的这一个场面 不知道你会不会是否会觉得 好像这是我认识的庞德吗 然后就留给大家评价吧 好 阿德没有说破 稍微卖个关子 最后的结局 就让大家进电影院里面去欣赏咯 我们最后给007 生死交战一个电影指数吧 谍报员的最后任务 四颗星 好 这礼拜还有其他新片哦 不要错过了 待会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流上映 我是节目主持人 肺夫 也是中广主播 曾武清 今天请到的影评人士 弗洛阿德 阿德我们刚刚聊完 这个007 生死交战 丹尼尔克雷格呢 他之后不演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有没有人在开始讨论 下一任007 有人说会不会出现黑人007 甚至会出现女的007 对 但这一集生死交战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女的007 而且他的代号真的是007 然后他也是一个黑人女性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部电影中 第一次看到 黑人的女的007 你觉得有需要比方说 一样是007情报园的系列电影 然后特别找一个女的来演吗 好像也没有必要 我觉得没必要 不会自己去创一个系列 黑寡妇都可以自己演了 对啊 所以本来我觉得007 就是007 就是他是这个系列的人物 就是大家也不会希望 彼得潘有一天是个女的来演 之类的 就是这些经典角色 他自有他自己存在的必要 听说丹尼尔克雷格 跟他老婆瑞秋怀兹 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论调 也是这样的立场啊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另创一个系列这样 然后他的就是他的明星妻子 瑞秋怀兹啊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 然后他爸爸是匈牙利犹太人 妈妈是奥地利的犹太人 然后当初他们开始纳粹要 就是要抓犹太人的时候 他爸妈很聪明的 就觉得好像不对劲 所以他们就逃到了英国 哇 还好 对对对 所以他是在英国出生 但是有很多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面 逃不出来的 这个礼拜我们刚好呢 就有一部讲这个历史题材的新片 逃出奥斯威星 他是改编真实的事件 在1942年里面在讲 弗莱迪跟华特两位非常年轻 已经是斯诺法克的犹太人 他们被抓到集中营 他们是怎么被抓的 然后里面状况是什么 真的像是人间炼狱一样吗 他没有讲他们怎么被抓的 他们一开始就是他们已经在这个集中营 已经好一阵子了 那所以再加上这个男主角 他就是很聪明 他就是觉得这里不太 这里再留下去 因为他们现在很年轻 所以纳粹留着他们工作 可是有很多比较老的犹太人 或者是妇孺来到了奥斯威星 他们后来都不见 因为根据纳粹的文件 好像每天一天就有 一万两千名的犹太人 死在这个集中营里头 然后有超过六百万的犹太人 是在二战时期被杀 对那更重要的事情 他们觉得外界根本不知道 这个集中营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以为只是把你抓来 然后让里面做工 然后其实让你们过得都还OK 可是事实上 他们不知道毒气室的事情 然后什么什么的 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一定 他们要逃出去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 都在这边都死了 死人不会说话 然后他们两个想说 趁我们现在还年轻 他们留我们工作工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些机密资料 例如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因为他们每天会点名 然后有多少人这些资料 他们就把他们偷藏 就把他藏起来 然后放在一个那种铁罐里 带在身上 他们决定要逃出去 然后要去跟红丝智慧 还有跟世界讲说 赶快来救奥斯维辛 意思就是他们不仅要逃命 而且是要跟世界控诉里面的报信 他们要救后面更多的人 因为这是1942年他们逃出来 然后到战争结束是1945年 他们要怎么逃亡呢 里面那个戒备那么森严 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也是很聪明 因为他们已经呆了一阵子 所以他们想到例如 你知道他都会叫这些年轻的男人工作吗 然后你就是有一些木材或什么的 然后那木材都排列 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木材的下面挖一个洞 挖一个坑 然后两个人躲在里面 然后上面再盖上那个木材 然后而且他四周还会浇那个油 然后所以当狗 有没有 巡逻的狗 来说 闻人味 他闻不到 因为这有油的味道 被盖过去了 对 所以他们就先躲在坑里 然后之后再逃出这个营 对 然后之后呢 就是一直去找 然后当然他一方面也会演说 因为他们是属于第九营的 那他们点名发现人不见 然后他们处分的方法 纳粹处分的方法 就是让其他的那些人 全部都叫他们站在冬天 然后不能进那个房间 然后所有的人都站在门口 要干嘛 然后让他们挨饿受冻 你给我供出来 这两个人到底是逃到哪里去 如果不供出来 你们就是死路一条 你们就连坐 对很可怕 然后这些 他们就咬牙切齿 都动的没办法 可是他们都没有人供出来说 这两个人到底是跑到哪里去 其实他们两个那时候 还在这个营 集中营里面 都没有被出卖 不是啦 他们两个就躲在那个 木坑的下面 没有人发现 不是不是纳粹一直在找他们 但他们那狗都闻不出来 因为他们四周都被泼了油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们也知道 他们的那些伙伴们 为了他们就挨饿受苦 当然还有人甚至就死掉 对那为什么那些人愿意忍受 因为他们知道这两个人 是负有重大的任务 因为那两个要逃出去 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啦 也不是他们知道自己可能活不到他们回来的时候 对他们只是希望你要阻止后面更多的犹太人 会被屠杀 阻止类似的悲剧一再的发生 对对对但其实这就后来他们就一路上逃出去以后 也遇到非常多的状况 然后甚至鞋子都坏掉 然后有一个人有两双鞋子嘛 那另外一个人只剩一双鞋子 另外一个人的鞋子都坏掉 所以后来就是两个人穿一双鞋子 那怎么穿 一人穿一只啊 然后整个脚 因为在那边逃亡的过程里面整个烂掉 然后怎样的过程 然后两个人互相扶持 他们的希望就是可以告诉世人 然后当然这部电影 也其实真的跟月秋怀之很有关系 因为大家知道月秋怀之 当年是一个英国的演员 然后他红遍了全球 是因为他演的神鬼传奇 然后在神鬼传奇里面演他哥哥的那一位 这次就是红石智慧的代表 然后当这两个斯洛法克的犹太人 好不容易历经千辛万苦 甚至二道昏倒 然后怎样 然后最后终于见到了 红石智慧来的这位代表的时候 那位代表跟他说 不会吧 我们之前常常询问集中营里面 能过怎样 然后德国人都跟我们说 他对他们都是人道对待 没有这种情形 也没有说他们把他放在毒气室 然后这两个犹太人就非常的愤怒 他说拜托我们拿出来的资料 然后每天送到集中营的人多少 然后最后剩下人是多少 然后中间人怎么会没有 就是被杀了啊 然后当时红石智慧还半信半疑 所以纳粹真的很坏哦 你看他们暗地里呢 在进行这样的事情 尤其还进行一些国际宣传 企图去掩盖他们的罪性 没有啊 那红石智慧的人是很笨 我要去你们那边考察 然后我就事先布置一下 然后他们去了 特别骗了 就看了哎好啊好像都很正常啊 就走了 那智商会 而且红石智慧当时还捐了大量的食物 跟药品 天啊 捐到集中营 可是那些药品跟食物 根本就没有到达这些可疑的 好好有这两位勇士 他们成功的逃出这个集中营 然后同时呢 也把这个真相公布给全世界 好我们最后给逃出 奥斯威信一个电影指数吧 揭发集中营的残酷真相 四颗星 其实不拼的导演也说呢 他为什么想要拍这样的故事 就说因为好像这段历史 被人家刻意抹去 这两个年轻人 他们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他也希望他们的故事 不要被人遗忘 所以他就把他给拍得出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换个口味 来讲这一部 跨越大西洋的恋人 是在讲年轻的巴黎女孩 跟纽约男孩认识的故事 听说很猛喔 非常大胆喔 应该是说他是镜头呈现很大胆 而且他的故事发响 也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也看过不少爱情电影 然后我们通常都认为 爱情电影就是男女互相认识 或男男女女然后认识了 然后就是 或者是开始是互相就一见钟情 要不然就是互相讨厌 然后中间就经历了一些 大家的阻扰 或者是男二男三 然后来抢爱 然后之后 终于历尽了千辛万苦 两个人要不就是最终 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然后要不然就是相处 相爱容易相处哪 还是分手了 爱情故事的脉络 如果大致上就是这样 可是这位跨越大西洋的恋人 完全挑战和颠覆了 大家对爱情电影的想象 里面那个场景啊 好像有大量的性器官啊 然后之外的镜头 非常火辣 对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你说火辣 其实很多电影都挑战过 他应该是说 他导演呈现的概念 一来他加了很多的歌舞 然后这个电影呢 是跟巴西瓦这种现代舞团合作 所以里面的一些主角 都是舞者 他们本来就很会跳舞 哇 所以在家 就是正把舞蹈融合在一起 比如说两个人可能相爱 或什么 他们用两人双人舞的方式呈现 当然这也是不稀罕 因为很多歌舞片都这样 他最令人惊议的是 就是男主角 他会有两个人 一个是女的他自己 一个是由一个女性 来扮演男主角 的女性的身份 对 然后另外一个男主角 然后女主角 跟男主角相比 有两个角色 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女的自己 一个是男的他自己 所以他们一共有四个演员 扮演这一对恋人 哇 就是有时候是男主角跟女主角 阳性的男主角 跟女性的阴性的女主角 两个人在谈情缩爱 有时候又变成他们的男生的 女性跟女生的男性在谈恋爱 这会发展出多种的排列组合 对对对 但有时候又是男性的 男性的他的男性 跟他的女朋友的男性谈恋爱 等于性别在这边不太重要了 然后呢 可能就是一种流动的一个情欲关系 对对对 但是主要都是在讲男女主角的这些爱情 只是他呈现的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就是从什么希腊神话语 会说人的 其实一个人你身上都有阴阳的部分 都有阳性跟阴性 然后他就把这个 用这个电影的呈现方式 比如说男女主角正在吵架 因为他们一个是法国人 一个是美国人 然后跨海的恋情 所以两个人都在吵架的部分 但是这时候 他们的阳性跟阴性的另外一个自我 就坐在沙发上看这两个吵架 然后那两个人还 那两个自我还互相拥抱 然后来看说 就是他们的内心是相爱的 可是他们的阳性的部分却在冲突 而且是用跳舞的形式去 没有有时候是用跳舞的 有时候是用演出对白的方式 然后更何况他们的做爱场面 就是让大家傻眼 因为有时候是男性 男主角的男性跟女主角的男性 然后他们上床 然后有时候是 当他们结婚的时候 他们后来终于结婚的时候 哎 居然是男主角的女性 跟女主角的女性结婚 所以男男男女女女都有可能 对对对 可是他并不是在演一个什么同志片 他演的是说你身上就去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阳性 跟阴性的部分 但他就是会找两个演员来饰演 这样的不同的角色 那其实想要呈现的还是就现代男女关系 当中的一种孤独跟疏离 应该是每个人的 就是你自己的男性 不见得可以去了解女性 对方因为对方也很复杂 他也有男性跟阳性跟阴性的部分 所以总是是说相爱容易相处男 不过这这部电影 如果是大家很喜欢 比较特殊的呈现方式的话 会觉得这部电影是蛮让大家大开眼界的 哇算是一个非常前卫大胆 然后又蛮惊人的一个作品表现方式 我们最后给跨越大西洋的恋人 一个电影指数吧 非比寻常的爱情故事四颗星 好谈完了重口味 我们待会要介绍的是一部可爱的动画片 但这个动画片 我跟他得稍微研究了一下 这个主角他是叫蜜熊 蜜熊但他长得有点像猴子 可是是蜜熊科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如果小朋友想要看他真人面目 可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我们也有养 他也很会唱歌 他非常会唱歌 对对对 他非常会唱歌 而且是能歌上 待会来介绍维吾的精彩生活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落上瘾 我是肺夫 也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也欢迎大家赶快加入脸书粉丝团 大家一起来聊电影 今天请到来宾视频人佛罗阿德 如果你想知道阿德鼓注一指的选择 一定要把节目听完 介绍最后一部新片 就是维吾的精彩生活 里面是在讲的为了要实现自己的使命 并且替老友传递一首情歌 所以热爱音乐的维吾 他就踏上了一段旅程 但是这个维吾 他不是人 他是一头蜜熊 对 其实今天我们介绍的电影 好像都有点相关 刚刚讲的跨越大西洋恋人 是一个他们住在美国跟法国的女生 然后他们经由网恋 后来在一起 然后在美国发展 那维吾呢 对 然后他们是里面融合了现代舞 现代芭蕾跟街舞 对 的精彩的这种歌舞片 对 然后歌舞爱情故事 然后接下来介绍维吾的这个故事 然后维吾同样 其实维吾的人生也是有点坎坷 因为他是那种有点是碗熊科的 然后外貌看起来像个猴子 可是当时呢 他可能太顽皮 他太小 然后他本来是住在森林里面 可是因为人家去采果子 然后他就跑进人家 他可能也是去偷吃果子 本来住在那个中南美洲的 热带雨林里面 对 丛林里面 然后他就被人家采果子的时候 他就跳进了那个箱子 然后于是就被载到哈瓦那 就被带走了 就在古巴 其实古巴哈瓦那 其实这故事的一开始 是在古巴的哈瓦那 那其实007生死交战 他这一集也有到古巴哈瓦那 去出任务 然后当然古巴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城市 然后哈瓦那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 就有那种街头 就是那种充满了那种 我觉得整个画面 让他呈现出来的 是让大家感觉到的 非常温暖的色情 非常热情 对 然后那种拉丁风情 然后他因为他跑到城市里面 后来他就很惊慌 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孩子 那他是小动物 他又怎么样生存下去 对 然后他就被野狗追呀 然后还好是老爷爷发现了他 然后老爷爷就照顾他 而且后来老爷爷就是喜欢 这个安安德烈老爷爷 他本来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是一直 大家知道古巴很多人 古巴也是音乐城市 很多人都很会演奏音乐 对 然后爷爷就是 以前就是乐团里面的 然后他会弹钢琴 刚好两个人一拍集合 人熊就直接在街头上面表演 对 然后他就训练他 于是爷爷就弹奏乐器 就是吉他或什么 然后这个沃瓦就在前面表演 对 然后就唱歌跳舞 于是就是很多人就会打赏 然后他们就靠这个来过生活 本来也是很幸福 后来没想到安德烈爷爷也看到了 以前跟他搭档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搭档的一位女歌手 然后因为他非常 他叫Mata 因为这个Mata就写了一封信给爷爷 跟他说这么多年没见了 当年我因为他歌声非常的棒 而且他当时长得非常的美 于是美国人挖掘了他 要挖他到美国去唱歌 那安德烈爷爷本来想要跟Mata告白 可是他心里想说Mata有伟大的前程 因为他到美国去 他会非常的有名 追逐他的梦 非常的有钱 那我告诉他以后 他只能留在这么破烂的古巴 大家知道古巴被美国经济封锁 然后古巴的棒球员或什么 他们都觉得我们要去美国赚钱 所以当时他的选择是我就让你去 但是我自己留下来 他不能去啊 他没有办法去 对对对因为古巴跟美国的关系 你都要特别的 比如说你是大联盟要签的棒球员 或者是大唱片公司要签的歌手 特案才可以 你才能去 所以他就没有告诉Mata说他爱他 然后就让Mata去了 然后Mata现在写信跟他说 我想这是我最后的我要退休了 因为他现在也很老了嘛 他要举行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然后一个大剧院里面举行 他最后的演唱会 那很棒啊 赶快过去啊 两个人可以那个啊 叙旧 就是就是有点像费玉清 最后的告别演唱会 然后他就是邀请他说 希望你 他还付上机票等等的 他说希望你能够来参加我最后的告别演唱会 然后他就决定要去 然后没想到 我我就很生气 因为他喜欢哈瓦那 他不想要去那陌生的地方 然后他就闹脾气 一直胡闹 甚至离家出走 可是最后呢 爷爷就跟他讲说 当年我很后悔 我都没有跟他表白 所以我想要去迈阿密 曼坡大剧院 他最后的告别演唱会 我要送上他一首歌 就是我当年为他写的那首歌 好感人哦 对对对 然后小猴子才 不是这个秘书 秘雪 秘熊他才知道说是这样 然后他就决定 好那我们就一起去 所以他们踏上旅程了 没想到隔天醒来的时候 爷爷已经过世了 这么突然 对 爷爷可能情绪太激动了 因为跟秘熊讲了半天 跟秘熊养了半天他们的故事 然后所以他就非常的难过 那怎么办 那他跟他的一个约定 或是说他这趟旅程怎么办 难道就放弃了吗 还好的是就是 那个安德烈爷爷的 有他没有小孩嘛 他没有结婚 但是他有 那个兄弟姐妹的孩子 就来到了古巴 帮他办后事 然后这正好是 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他的女儿 然后这个小女孩 是一个小学生 但是他就是一个很旁客 把头发染成粉红色 他热爱音乐 热爱饶舌 可是那个 我根本听不下去 这什么音乐啊 所以这部电影里面 也充满了非常多的歌舞 因为他们有的唱的是 那种街舞啊 或者是那种饶舌歌 然后我觉得根本 那个就是噪音 都是噪音之类的 然后这个小女孩 后来他就想到说 他可以在那个小女孩的行李箱 再度告诉各位请不要在行李箱装动物 或者是走私动物 这是比较错误的示范 对对对 他就躲在他行李箱里面 然后就一起 因为小女孩他们家 就是住在佛罗里达州 所以他们就一起到了佛罗里达州 但是就会 当然这个小女孩 他有他的饶舌歌手梦 但妈妈不支持他 然后再加上 他要去找到了这位马塔 然后就参加他最后的演唱会 好就看最后到底这个 维沃这头密熊 能不能够顺利的 把他的任务达成 把这首歌曲呢 送到马塔的手上 好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给这个维沃的精彩 生活一个电影指数吧 维沃的美国冒险记 四颗星 这里面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 推荐给大家 还有在丛林里面的大冒险 还有可怕的大蟒蛇 好听完了新片介绍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然后也很好奇 孤注一直大作战 如果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 那么阿德的选择是哪一部呢 我们推荐的是众所瞩目的大片 007生死交战 然后这将是丹尼尔克雷德 最后一次饰演庞德 然后本片有非常多精彩刺激 让大家看了会提心吊胆的 飞车场面 还有庞德难得一见的感人的爱情戏 孤注一直完之后 我们也没有忘记一些好片 虽然即将下档 或者容易受到大家的忽略 抢救影片大作战 要就哪一部呢 我们要推荐的是韩国的电影天坑 然后这部灾难电影 由车胜员等演员饰演 他们描述一个人 存了11年的钱 好不容易跟家人搬进 自己所买的房子里 没想到这房子 因为是豆腐渣 所以就陷落地下500公尺 然后这群人要如何的逃生 本片是用幽默的方式来讽刺 现代的小市民 要如何拥有一个 自己的房产的辛苦 然后有很多韩国 现实社会的反应 相信台湾买房觉得很辛苦的 观众也会有回响的 好因为现在的关系 我只能跟影评人佛罗阿德 聊到这边咯 希望下次阿德来到节目当中 推荐更多的好电影 谢谢大家 提醒大家 电影下楼上瘾 周六会在中广新闻网播出 但是如果听得不过瘾 想要重听 赶快来到YouTube 或者直接在播客上面搜寻 电影下楼上瘾 这个瘾是电影的瘾 也希望大家听完看完之后 帮我们分享出去 也欢迎加入肺腹的粉丝团 在脸书上